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這支影片要來跟各位同學分享 84年學測填充第18題 考古題的檔案在我們影片下方都有連結 同學可以先把連結打開 先把檔案叫出來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說 假設某一個城鎮 每年的人口數逐年成長 人就越來越多 而且它是成一個等比數列 你把它畫起來 如果是人口逐漸成長 而且是成等比數列的話 同學你覺得它的公比是多少 所謂的等比就是 它的下一項就是前一項乘上一個固定的常數 叫做R A1乘上R就得到下一項 再成R就得到下一項 對不對 所以它每年的人口數是形成一個 我們再看一次喔 仔細看一下 每年的人口數逐年成長 而且形成等比數列 公比是誰你不知道 但是這個公比肯定比一大對不對 對嘛 你的人口數然後乘上一個R之後 這個人口逐漸增多 對吧 所以你的公比比一大 他說喔 這個城鎮十年前有二十五萬人 你把十年前畫起來 十年前喔 有二十五萬人 現在有三十萬人 那麼請問二十年後 這個城鎮應該有多少萬人 求到了小數點後第一位 處理這種問題喔 我個人能使用畫這種 時間速限的東西 這幫助我們思考一下 現在 現在 我們看一下 現在人口數有三十萬人對不對 十年前 往前推 來 這個時候人口數是多少人 二十五萬人 對吧 他要問的是什麼東西呢 二十年後 此鎮的人口有多少萬人 所以他要問的是這個時間點對不對 他問的是 這是現在喔 二十年後是指這個時間點 人口數有多少萬人 我不知道 我令他叫X 這樣可以嗎 令他叫X 那十年前 從現在往前推 十年前 人口數只有二十五萬 經過十年之後 從二十五萬變成三十萬 這個大家知道 我們在講什麼對不對 所以這個題目應該怎麼做呢 這個題目 我想想看喔 我們就這樣寫吧 我們就設 公平 叫做R 好不好 然後這個R肯定是大於1的 OK 你看喔 十年前了 人口說二十五萬人 經過十年之後 人口數變成三十萬人 所以從這裡就可以列出一個關係式喔 25萬人乘上R 欸我問你喔 你每乘一個R就是代表你經過一年嘛 那你經過十年 你是不是要乘十個R 乘R乘R乘R點點點對不對 你是不是要連續乘十個R 所以其實你是乘上R的幾次方 十次方 然後會等於現在有多少萬人呢 30萬人 對吧 是不是這樣子 然後你現在把25除過去 兩邊同除25 所以你要發現R的十次方 會等於25分之30 這個交貨是誰呢 這個交貨是5分之6 對吧 那你說老師我們要把R算出來嗎 其實不用 這個題目他是問你說 從現在開始喔 經過20年之後 對不對 20年之後 人口數是多少人 那還不簡單嗎 來你看喔 現在有30萬人 經過20年 所以你要乘上R的幾次方 20次方 然後會等於多少 是不是會等於X 對吧 現在有30萬人啊 那每經過一年就乘R嘛 每經過一年就乘R 那我經過20年 乘R這個動作要做幾遍 要做20遍 所以事實上你是乘上R的20次方 是不是等於X 然後我們的目標就是X嗎 那請問你喔 那X是多少 它就是30 再乘上R的20次方怎麼算 很簡單喔 R的20次方可以寫的 R的10次方 再怎麼樣 再平方 對不對 這根據指數率嘛 內外次方 會等於次方相乘 R的10次方是誰 5分之6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就發現喔 這個題目好簡單喔 30乘上這個是5分之6的什麼 平方 對吧 所以這個我們來算一下喔 這個會變成是30 乘上5分之6的平方是25分之 36 對 對 我們來算一下喔 這個R掉的話 這個是5 這個是6 所以是5分之 36乘以6是多少 6乘18 216 好 216除以5 來除一下喔 45 20 對不對 16 35 15 然後這邊是10 43.2 對吧 所以這個算出來是 43.2 這個題目其實很簡單對不對 我們把這個題目再看一次 這個題目是問什麼呢 是說喔 人口的成長 他是成一個等比數列的狀態 而且這個人口是逐年成長 對不對 所以這個公比R顯然是比例大 那你就按照題目的意思 我覺得這個題目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他的時間點 他有一些玄機 他給你的是10年前的人口數 還有現在的人口數 對吧 然後要你去計算20年之後的人口數 你這個時間點千萬不要搞錯 你只要誤會他題目的意思 你這個題目可能就說再見了對不對 只要把他的時間點 還有對應的人口數 把它搞清楚 然後曉得他的人口的增長 是呈現一個等比的狀態 然後因為人口是增多的嘛 所以他公比R是比例大 然後按照題目的意思 把詩子列出來 其實這個題目就還蠻簡單的 所以這個題目是在談什麼 這是一個等比數列的問題 是嗎 好那我想這個題目大概就是這樣 就非常福時無法 這個這一題的答案是43.2萬 這樣可以嗎 本題答案1寫43.2 那謝謝各位同學 這個題目算是蠻簡單的 Thank you